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数位影音剪辑实物的课程 这一部分呢 在课程介绍里面 我采用数位剪辑软体的界面 来做介绍 过去呢,我们系上 从早期的Media Studio Pro开始 MSP8的方式教学 但是由于有建于业界 它是需要的是Premiere跟Vegas 那假设你用的比较专业的话 其实大概都是Premiere的天下 甚至呢,你纵使不是用Premiere 那它的操作画面跟Premiere也大同小异 所以呢,最后我们决定呢 我们就进入Premiere 那Premiere,我们早期在用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从CS4开始 CS4开始 那时候学校就买全校授权 我们就已经开始安装了 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到CS6了 但是最新的,目前学校还在谈 他们学校要采用CS6更新的版本 那在Premiere里面,你打开之后呢 它第一个动作会叫你产生一个 专案档 那在课程内容里面,会教各位 如何建立这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呢,主要的目的是 是要能够告诉我们 能够告诉我们 现在有什么东西 所有什么东西呢,就包含了 档案的格式,档案的大小 影音的格式 那依据系上的设备 在过去呢,上课的时候呢 大致上都会请学生做成DVD的水准 就是720x480DV品质 那后来呢,我们系上呢 提供了许多功能 所以它有HDV1280x720 但是前几届呢 我们的学生夹带了科技的进步 我们已经 系上已经完全进入到所谓的FullHD 所以现在交作业 各位就要辛苦一点 做1920x1080 那系上设备呢 这两种多有 多有,这只是让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但是呢 我们的设备现在已经到最右边这个等级了 右边这个等级了 那这边的使用上呢 那专案的设定上,其实有一个是目录设定 这一部分呢,请参阅 投影片到时候也会细讲 大致上没有什么需要再修改的 那 专案里面的档案的格式呢 一般由于我们已经到1080 所以你这边可以选择 往下选择 现在目前是720P 各位可能要选择1080P 1080P完之后呢 要设定的是 影片的 序列的名称 但是一开始同学假如都不会的话 当然用预测词也一样可以减 那这个是专案的界面 就是我们Premiere的操作界面 绿色区块是所谓的专案区 红色区块就是预览区跟裁检区 右边呢 是剪辑成果区 下面呢 最左边呢 是个特效区 右边呢 是影音剪辑区 影音剪辑区 那附续呢 我们会依照它的功能表的功能 一个一个跟各位介绍 那为什么Premiere里面没有中文呢 Premiere全部都是英文的 这是唯一Adobe里面 没有进行中文化的一套软体 那为什么不中文化 因为有很多名字翻译过来 其实真的是有点问题的 你会误会 所以呢 这里我做简单的一个表格 让各位去对应 这个也会放在网络大学 让大家了解 那除了影音剪辑以外呢 音的部分呢 它里面有一些相关的 Audio Channel的控制混音板 数位的混音板 但是由于我们这边呢 没有特殊的音效卡 当然系上也有这样的设备 可是大概只有两台 也不是很好用 也不是很好用 可是呢 假如在我们这种数位 这么进步的年代 你只要买一张 大概一千块以内的音效卡 你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品质不会太差 品质不会太差 所以到时候呢 这个投影片放在网络上 给各位参考使用 假如忘记了 不熟了 那有一些工具列上面的 小元件的使用上 你就可以从这里看了解 那下面呢 这是它细部的说明 所以这在上课的内容里面呢 我也会一一的说明 讲到这里呢 也要跟同学讲一下 假如事后在教学过程里面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我的办公室 或是课堂上直接问我 或者是从网络大学 或者是从EP上面 进行发问的动作 我会尽快跟你答复如何处理 好,谢谢